東蔥有單位起火 三人送丸四隻貓死亡 事發於星期五早近6時半 余泰院遇英國21樓一個單位內 懷疑有電飯煲起火 大批居民疏散到地面 消防出動一喉一兼務隊 在大約7時將火救息 58歲姓孫的女護主 面部、右肩和耳朵被燒傷 獲送往瑪嘉烈醫院 另外一個65歲姓孫的女人 和一個88歲姓王的婆婆 她們兩人報稱吸入濃煙不適 獲送往北大魚山醫院 消防亦在大廈救出四隻貓 但都搶救無效 又據聞說事發時濃煙密報走廊昏黑 很大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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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出外面 看到有很多人在拍片 拍照 對著我家在上面的單位 我看一看什麼事 都是有一陣龍煙出來了 但我又聞到什麼味道很少 因為始終火灼煙都肯上升 所以都不大煙 所以都不大煙